10月31日 2010关蓝湖世界职业明星邀请赛圆满结束 曾志伟和龚一平组合强强联手 获得明星配队组冠军组 共获得10万美金奖金 而128万美元的最高奖金 则由墨西哥职业高球手洛纳奥查亚获得 在半奖里中 曾志伟和队友龚一平接过奖杯后 高兴地亲吻并高举奖杯 他表示与孙楠赛前已约好 将奖金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曾志伟还透露 孙楠为了这次比赛推掉了两场演出 酬劳比冠军奖金还要高 他领先了 我就跟他讲 必须要拿出来 他说可能是你的 我说不可能了 结果今天我拿了 我刚刚赢他一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两个兄弟都是会捐出来的 谢谢孙楠 谢谢 在接受采访时 打了17年高尔夫球的曾志伟表示 这是他首次得到国际性比赛的冠军 赢得奖金更是第一次 所以这个奖杯对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曾志伟还笑称 这是第一届明星邀请赛 得冠军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以后大家一提到第一届冠军 就会提到他的名字 优酷娱乐海口报道